今年聖誕節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詹姆斯韋伯望遠鏡 從法屬歸亞納正式升空 2022年1月抵達了距離地球至少150萬公里 配合太陽跟地球引力達到平衡的拉格朗日點 不久前NASA第一次公佈了韋伯太空望遠鏡拍攝的 星雲星系全彩圖像 不只拍到了至今宇宙最深處也最清晰的紅外線影像圖 照片中還在一顆細外行星周圍的大旗拍到有疑似水氣的特徵 可能代表距離地球1000多光年遠的地方 有一樣適合生物生存的星球 微波望遠鏡可以觀測到宇宙大爆炸後1億到2.51年 也就是136億年前第一批恆星和星系形成時的宇宙 這種類似時空旅行的科學大突破 有助於讓科學家在未來找出更多關於宇宙起源的秘密 今天我們就來認識太空望遠鏡的歷史 太高後來周宗翰 方勇說關 小發明 大革命 微波太空望遠鏡是目前世界上最新最大的望遠鏡 有兩層樓建築這麼高這麼大 雖然人類的視野在看天空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外星是空蕩蕩的 不過這次微波望遠鏡拍到的照片當中 前所未有的清晰呈現出了宇宙中一個個星團 就像爆米花一樣 而暗紅色的星系則像珠寶一樣到處都是 微波望遠鏡是折疊式的 跟前一代的哈勃望遠鏡不一樣 哈勃的主鏡是一個直徑2.4公尺的球形鏡面 沒有辦法折疊 不過如果想要讓望遠鏡看得更遠 鏡面就要變得更大 不過鏡面如果太大又會塞不進火箭裡面沒有辦法發射 那該怎麼辦呢? 科學家就把微波望遠鏡的主鏡 設計成一組由18個六角形鏡子拼成直徑6.5公尺的蜂巢型鏡面 這18面鏡子在升空的時候是摺疊的狀態 升空之後會慢慢的展開 為了在低溫中運行的微波還必須像摺紙一樣 展開跟網球場一樣大的五層遮陽照 這些都是前所未見的科技 走到這一天真的很不容易 自古以來觀測星體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論是在世界哪一個角落的古文明 古人們一定要能夠準確歸納出天體運行的變化 才能夠制定立法 有了立法才能按照季節變化發展出農耕社會 不過以前的人沒有望遠鏡 只能夠舉頭望明月 那到底是誰先想到望遠鏡這個點子的呢? 我先認為在1608年第一個替望遠鏡申請專利的人 是荷蘭眼鏡製造商李普希 據說他是在店裡發現 有小朋友拿起兩個鏡片在玩 發現可以看清楚遠處的風向儀才想到了這個點子 不過大家應該很少聽到李普希的名字 因為義大利物理學家切利略聽說 荷蘭人可以做出看很遠的眼鏡之後呢 就在隔年做出一組 放大倍率更好的望遠鏡 可以把物體放大20倍 錢利略呢 把這組望遠鏡獻給威尼斯參議院之後 還因此讓自己在大學擔任獎師的 終身執行水直接翻倍 錢利略之所以有名呢 不單是因為他做出了望遠鏡 而是他利用自製的望遠鏡觀測天空 清楚地看到了月球上的高低起伏和隕石坑 他還看見了銀河系 土星環 太陽黑子 以及圍繞著木星的四顆衛星 在這之前呢 布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已經提出了 地球是繞著太陽運轉的地洞說 不過當時呢 以宗教勢力為首的社會 依舊相信整個宇宙都是圍繞著地球在運轉 也就是所謂的天洞說 錢利略用自製望遠鏡看到 木星外圍有四顆衛星繞著木星運轉 等於狠狠打臉當時以教皇為首的社會 宇宙才不是圍繞著地球運轉的呢 錢利略的研究徹底惹惱了教會 因此遭到軟鏡直到1642年實施 在這之後呢 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投入光學研究 包含德國天文學家克普勒 他建立了兩個突透鏡組合成像的理論基礎 大家知道的牛頓則是在1668年 打造出了反射式望遠鏡 徹底解決了折射式望遠鏡的色差問題 而牛頓的反射式望遠鏡呢 確實成為了之後研究的主流 各地方的天文台也陸續建造出 超大型的天文望遠鏡 故事說到這裡 科學家們都還是在地面上使用 天文望遠鏡仰望天空 不過當科學研究發展到一個境界的時候呢 大家很快就發現 大氣中的水氣會吸收紅外線 所以在地表上很難用紅外線來觀測星體 也觀測不到來自宇宙深處的遠紅外線 也因此呢 美國天文學家斯批則在1946年提議 不如呢 把天文台發射到 繞行地球運轉的軌道上面 這樣就可以避開大氣層 接收來自宇宙的紅外線 這個點子呢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 美國在1958年才成立太空總署NASA 而且還要等到1970年代才獲得政府的支持 開始研發射向太空的太空望遠鏡 這時候呢 才能接收來自遙遠宇宙的神秘訊號 1983年 NASA終於對外宣布這個太空望遠鏡的正式名稱 叫做 哈勃太空望遠鏡 這個名字呢 是為了紀念發現銀河系以外 還有其他星系 以及證明宇宙正在膨脹的 美國天雲學家哈勃 在哈勃望遠鏡發射之前呢 美國的挑戰者號太空梭 在1986年升空失敗 發射完才過 73秒就直接爆炸解體 七名太空人全員罹難 這起事件呢 讓美國延後了哈勃望遠鏡的發射時間 也讓NASA決定 哈勃望遠鏡必須全自動化運作 不能夠用人工操作 哈勃望遠鏡呢 在1990年4月順利升空 也一如一其的能夠順利回傳資料到地面上 不過沒有過多久大家就發現 哈勃望遠鏡好像近視了一樣 拍出來的照片呢 沒有一張是對焦的 這讓NASA的面子都丟光了 首先哈勃望遠鏡在設計的一開始呢 就已經把後續升級維修規劃進去 直到沒想到這麼快就要啟動維修任務就是了 終於在1993年 美國派遣太空人 成功修好了哈勃望遠鏡 帶回來了清楚的影像 之後每次維修呢 還會幫哈勃望遠鏡的設備太舊換新 提升哈勃望遠鏡的觀測能力 就這樣呢 這個望遠鏡服役了31年 成為目前天文研究上最重要的太空望遠鏡之一 直到去年呢 哈勃望遠鏡出現了大故障 NASA終於宣布要讓它正式退役 這個背後原因呢 有兩個第一個 是NASA在第四次維修任務的時候就宣布 是最後一次派人上去修它了 理由就和當年延後哈勃望遠鏡升空的計畫原因一樣 美國的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呢 在2003年著陸失敗 清明太空人因此殉職 讓外界再度質疑把人送上太空梭的安全性 第二個原因呢 是早在哈勃望遠鏡發射之前 NASA就已經在規劃了下一代太空望遠鏡 也就是韋伯太空望遠鏡 接下來的發展呢 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一樣令人驚奇 所以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 新一代的太空望遠鏡嗎 不確定 畢竟韋伯望遠鏡原定是2007年要升空 不過最後拖到了2021年底 原本規劃的經費只有5億美元 最後卻暴漲到了100億美元 而且韋伯跟前一代的哈勃不一樣 韋伯距離我們非常的遙遠 沒有辦法派人去維修 所有準備都要發射前到位 發射之後呢 還要抵達預定的位置 順利打開主鏡和遮陽照 有344個沒有成功就等於失敗的單項任務 結果呢 居然一一都達成了 真的只能用不可思議來形容 我們可以期待更多呢 韋伯為我們帶來的跨時代發現 甚至找到呢 跟地球類似的星球 發現其他生命的存在 這次很熟悉的那條細發明 會不會跟太閨明 要有馬來熊發發的 在下部留言留言說 好過兩條節目 每次都會聽來的跨時代的管風中後 只會到你老 重有給新聞把兩條節目推送到 一個數據地步道 某程度都來的跨時代的 規矩欄目地步道 就要按你所有的報告 小發明大革命 按你哈利拜六在飛 這陣布這是一陣子 那天呢 我們等待會這個 那天呢 如果真的在畫面